欢迎回到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带你品尝这家 网购市场很热门的人气蛋糕 这家法式蛋糕早期从三峡起家 2020年底在台北南京东路 开了第三家分店 招牌就是这款巧克力黑金砖 特别使用了高浓度72%的 比利时巧克力 跟法国巧克力做调和 吃起来香浓滑顺 甜度适中 一个月能够卖出上万条 另外曾经获得了 蛋糕评比冠军的无限乳酪 奶香十足的雪白乳酪 香浓不腻 而且还带有些微乳酸的滋味 搭配酥脆的饼皮 送入口每一口都吃尽满满幸福滋味 因为我在母亲节的时候 特别到三峡去买这样的蛋糕 因为她的蛋糕网红都很推荐 对 那今天很开心 就是台北现在竟然可以吃得到 所以超开心的 让人感到欣喜的法式甜点蛋糕 多年来获得顾客喜爱 甜点控为之疯狂的 经典款巧克力黑金砖 更是店里的人气招牌 黑金砖坦白说是我们的明星商品 也是我们上去来的橡胶商品 那这个产品坦白说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一个月大概几万条的销量 那一年大概年收 有一个大概百万千万左右 会深受顾客喜爱 是因为每一个蛋糕都蕴含Tina 向传达的心愿 我原来从事社工的行业 然后社工比较常常接触一些生老病死 我就觉得 其实我可以尝试来做甜点 因为甜点可以很快地让人家感觉到 放松 舒服 疗愈 幸福感 为了传递这份幸福 于是Tina邀请在法式甜点界 有二十年经验的师傅吴金龙 一起手作幸福蛋糕 店里畅厢的巧克力黑金砖 要吃赖不甜腻 师傅特地选用昂贵的日本海藻糖 取代传统砂糖 让味道更有深度 糖这个元素在做蛋糕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糖加太多的话 它又变得非常甜 那所以我们选用进口的海藻糖 来降低它的甜度 整个蛋糕吃起来 它不会让你很死甜 那可是吃起来还是会非常的保湿跟顺口 在意口感的吴金龙 在巧克力选择上也别有用心 坚持使用高浓度的72%米粒食 牛扣巧克力和法国巧克力 吃来才会浓郁又滑顺 其实现在巧克力的整个 世界的供应量它也相对比较少 所以说它的售价也相对高 我们在做它其实有七层 七层的层次 有一层每有三层蛋糕 然后三层的巧克力酱 然后还有一层的珍果巧克力饼干 对 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七层 就是好这蛋糕 它层次非常重要 它层次越多越细 吃起来你就会越细致 指针手作的经典款巧克力黑金砖 贴上食用金箔 看来像是画龙点睛 带来低调奢华的视觉感受 层层对地的巧克力蛋糕体 味道苦甜而不腻 层次相当丰富 味道的话其实 因为我自己喜欢吃那种 就是很绵密的蛋糕 所以我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香气其实它就是 有那种GOTIVA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所以可以吃吃看 巧克力金砖的巧克力很好吃 因为有些会很甜 就是死甜 那他们家也不会 然后也不会太苦 就是刚好 然后里面是榛果的 很香 口味受到客人赞扬 是因为每一款蛋糕的做法都极为细致 今天款无线乳酪 用料上坚持使用天然乳酪做调和 我们用了纽西兰的乳酪 还有北海道的乳酪 那纽西兰这款乳酪它的特性就是说 它的质地 对 可能会稍微硬一些 不过它的乳酪的酸味的香味 对 非常的十足 然后又搭配了北海道的乳酪 北海道的乳酪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柔和 然后奶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使用天然乳酪制成的 经典款无线乳酪蛋糕 味道香甜浓郁 切开厚度达三公分的内馅 吃来饼皮酥香 奶香味浓 乳酪宛如丝绸般口感 给人意有味尽 另外喜爱芋头的朋友 也能选择预见无线乳酪 同样绵密又香甜 房间一般的重乳酪 其实我经常吃 但是一般的话可能吃一块 就非常非常腻口 但是这个我感觉 我大概吃完六醇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吃完之后 醇齿流香 我觉得非常好 除了经典款蛋糕深受欢迎 这款淋香巧克力甘纳许酱 外观设计走级简峰的 极光纯黑巧克力蛋糕 也是每年母亲节的热买甜品 那我的装饰就舍去一些奶油啊 这种华丽的装饰 很简单的上面画上 画了一道光 然后放了一颗星星 给人家一种很希望的感觉 设计透露出一丝奢华贵气的 极光纯黑巧克力 轻盈的巧克力蛋糕 有四层蛋糕体 三层内馅 层层叠叠的口感 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因为它上面的巧克力 是用非常顶级的巧克力 我们都知道好的巧克力 其实是不会很甜 也不会很苦 就刚刚好 它做得非常的刚好 让人爱不适口的 还有使用北海道四叶乳品 所以水域蒸烤法制作而成的 北海道特浓鲜乳蛋糕 因为去过北海道的人都知道 北海道的四叶牛奶 是非常厉害的 那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牛奶 所以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就很绵密啊 然后就是里面的奶香味 也会非常的持久 你会觉得就是 会在你的那个舌尖里面 跳舞的感觉 店里除了法式甜点备受好评 传统糕饼同样获得客人认同 像是披着墨绿色外衣 充满抹茶香气的 碧螺春土凤梨酥 因为口味创新且独特 还曾获得台北凤梨酥节的 优胜殊荣 是顾客心中最佳的年节半首例 一般的那种凤梨酥 它都是用那种冬瓜的 馅去制作 但是它是用正材实料的土凤梨 那吃起来会有一些 凤梨的一些纤维感 就口感蛮好的 受到顾客青睐的 法式甜点蛋糕店 营业至今已经有11个年头 早期从新北三峡起家 一路扩展网络与实体分店 为了服务更多客群 2020年更开设了台北南京光复店 期望带来好的新气象 这家店我们的设计比较极简风格 也邀请了很多艺术师的画 放在这里一起做展览 其中有一幅画是 很知名的画家画的 他的画的画名火百合 我非常喜欢 这幅画的名字是叫盼望 我很希望我的甜点天 可以带给人家希望带给人家盼望 就像我们的蛋糕 可以带给别人幸福感 给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Tina由衷期望这份甜蜜滋味 不仅能疗愈人心 还能品尝到店家的真情实意 让前来的顾客都能感受到 满满的幸福喜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